好家伙兄弟们发了呀 强词打捞第三十一天 兄弟们昨天有粉丝留言说 他的奶奶在这边洗衣服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一枚戒指掉在这一片了 他说这是他奶奶陪嫁过来的东西 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是对他奶奶来说意义非凡呢 于是我跋山涉水 跑了三十公里才来到这 真的是不容易呀 还望你们给我一个免费的装机 好的话不多说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捞 走起 走着 好家伙兄弟们 感觉有东西呀 我看到了 这个家伙还挺重的 我们拉上来看一下 哎呦我操 兄弟们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平底锅 这东西还挺重的 估计拿到费品弹去卖 估计能卖不少钱吧兄弟们 那么问题来了 谁会往合里扔这个平底锅呢 先不管它了 还是打捞要紧呢 来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二捞 走起 走着 卧槽这啥东西呀 怎么那么重呀 拉动拉不动 哇靠 拉上来看一下先 一二三走你 这是什么 这什么玩意呀 这东西 怎么那么重呀 有认识这个东西的吗 好家伙 这应该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吧 你还别说 这东西还挺重的 这东西换一包辣条 还是可以的嘛 哈哈哈哈 再来一次 走你走着 哦对了 最近很多粉丝给我发私信 想要一个强词 那么好 今天我就准备了100份强词 免费送给大家 只需要你们点击抓角下载回压 必须是本视频抓角的这个 进入之后搜索我 然后自信我就可以免费联取一个强词了 数量有限先到现得 赶紧给大家聊来凭取吧 好家伙 兄弟们你们看 这是啥 这好像是一个包吧 拿下来看一下 我操 这是什么 这包里掉出来的东西 我操兄弟们 这东西值不值钱 就不用我多刷了吧 兄弟们 咱们找一找看还有没有 我靠兄弟们 这里面还真有呀 我操 这找出来的东西 这真的很值钱呀 兄弟们 这个回家我得找专家 见经见经呀 这东西要是真的兄弟们 我可要发财了呀 来兄弟们 来看咱们今天的收获 这是一个平底锅 这个锅还没有坏 算了 这东西卖废铁 挺可惜的 这个东西拿回家炒菜 它不香吗 另外还有一个这东西 这个东西 你看着小 它还是挺重的 其实 这个起码得有四五斤呢 这个东西 最起码得换一包哪条呀 兄弟们 这个东西可厉害了呀 这个东西几百年 咱是不知道 反正只要这东西值钱就对了 回去我得找专家 见经见经 看看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真好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